汐止地区的U-Bike租借站不断地在增涩当中 去年汐止区达成了设置15站的目标 今年也已经突破20个站了 而汐止长江街因为临近新光桥 当地里长就建议在货柜专用道桥下来设置U-Bike租借站 27号这点早上市议员白佩儒就邀集了各相关全职单位人员现场会刊 议员也表示后续也一定会积极协助规划设站 U-Bike要设在哪大家很关心 目前汐止已经突破20个站 包括火车站文化白云公园站等等 因为反应很好 所以不少民众也向议员服务处陈勤 希望能够增设 而在长江街货柜专用道这里 议员白佩儒就邀请了高工局 市府水利局养工处等相关单位人员会刊 因为里长还有居民反应 希望这里也能够设置U-Bike出界站 江北里的乡亲好期望我们江北里有一个U-Bike 那今天来会看这个点 能够土地拨用之后 能够设置在这个100项的转角路口 让我们这边的这个里民 或者市民能够在这个跟新冠桥串联 或到市中心做休闲做办恰工的时候非常的好 那我们就是初步讨论就是觉得说 他那个里面那个位置好像太偏僻了 我是跟他建议说 我们是不是如果要升设U-Bike的话 就是尽量往外这边来增设 那因为这个目前整个 这个货币专用道的桥下 目前新北市政府还没有完成一波 就是希望新北市政府能够尽速地 来完成一波的手续之后呢 才能陆陆续续地来做这个 桥下的这个设施的规划 除了周边有社区大楼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临近新光桥 如果再设置U-Bike出界站的话 不但民众要去搭火车通勤 甚至骑U-Bike到新光桥都很方便 只是用地问题得要先完成波用 有增设U-Bike设施的话 那大家就可以骑着U-Bike 然后跨过这个新光桥 然后来做这个 假日休闲的这个一个 算是很好的一个去所 所以我们就是希望说 养工处尽速地将这个 整个道路来 由这个公路总局这边来做移波 然后呢移波之后也交给交通局 来做这个U-Bike设施的规划 然后希望说新北市政府 可以加速整个行政流程 然后让U-Bike设施呢 能够尽速地来这个江北 这边来设立 路口比较明亮 位置也比较显眼 会看鼠疫路口桥下 目前停车的地方 接下来相关单位 也将协调用地拨用 再交由交通局来规划 设置U-Bike租界站一举数得 也让U-Bike的网络更完整 就程慧玲细致采访报道 这边来看鼠疫路口桥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